大叔被交警查车竟然掏出首会驾照 3月30号中午 广西柳州胜利路与白沙路交汇处 整治联合直发组涉卡例行检查 11点30分左右 一名40多岁的男子骑着摩托车 被交警依法拦下检查 交警要求男子出示行驶证和机动车驾驶证 该男子神色坦然地从口袋中掏出一本机动车驾驶证 可当交警翻开一看 卸心呆了 里面赫然躺着的是一张横格白纸黑字 手写的居民身份证和机动车驾驶证 秦某某车几年前买车时 一想到考驾照花钱不说 而且花时间 于是干脆自己做一本 联合制发组交警刘警官说 他从警二十多年碰见假的驾驶证 兜选几乎以假乱真的 像这种白纸写着个人信息的驾驶证 还是第一次见 我国交通安全法规定 驾驶机动车必须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由于秦某某涉嫌无证驾驶机动车 交警依法将其驾驶的摩托车予以暂扣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新京报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